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农业气象 几个天气的重点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礼拜的话天气是有一点变化的 像礼拜一我们台湾的这个东北风稍微减弱了 但是很快的礼拜日又有华南云雨带有东夷的影响 所以咱们的中北部地区中部于北 或局部短暂争雨 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这个云气通过了 这个水气减少 但是要特别注意北方有干冷空气南下 而且预计这一波是有机会达到这个大陆冷气团 所以要特别留意礼拜三的时候 这个降温会蛮明显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是属于比较干冷的空气 那么接下来礼拜四礼拜五的话呢 天气还算是稳定 但是要特别注意因为云量少的关系 所以比较容易有辐射冷却 清晨就容易有这个低温 所以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大家要特别当心 来看一下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一波冷气团来袭的时间内 时间点大概是在礼拜三 所以要加强住的防寒害的措施 比如说已经插秧的这个田区可以用3-5公分的水深 这个深水来灌溉那么进行保温防寒 另外就是这个低温期间可以利用出胶布或者是布置布来覆盖央苗 另外就是果实可以用套袋的方式来进行防寒 那么果园的话在淫风面的这个地方呢 可以设置防风网来进行这个防寒 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波冷风气的话 礼拜三会报到要特别注意 大概至少持续到礼拜五左右 那么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 可以看到礼拜二的话 我们台湾最主要是收到黄南雨雨带 冬移的影响 不过这一波雨带 冬移的速度也是比较快一点 所以大概就是到礼拜二的深夜 礼拜三的时候呢 这个水息就比较明显减少了 但是期间咱们中北部东半部地区要留意 是比较容易有一些短暂阵雨 南部山区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的机会 接下来礼拜三就是北方 刚冷空气南下 可以看到淫风面北部东北部 东半部地区云量会稍微比较偏多一些 最主要是地形台深的作用 中南部或是整西半部地区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所以刚刚有提醒过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除了低温之外就是浮射冷却 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礼拜四持续受到东北风冷空气的影响 一样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一样比较冷 所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礼拜五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的话 大致上都是属于比较 尤其礼拜三之后比较干冷一点 那么在容易下雨的区域方面 可以看到礼拜的主要是黄南水气的影响 所以中北部东半部地区 尤其局部短暂阵雨 我刚才也看到 其实很快的这个水气就冬移过去了 所以天气很快就转秀稳定了 所以未来四天降雨的图 可以看到礼拜二 大致上在我们的中北部东半部地区 有些下雨的机会 礼拜三可能在这个凌晨到清晨 还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但是很快到白天的时候 降雨就会比较明显的缓和下来了 那么到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的话 可以看到各地几乎都不太会下雨 只有东半部有些局部零星的 这个短暂阵雨的可能性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风浪的部分的话 提醒大家要稍微留意的是 我们的蚂蚂比沿海是大浪 那么其他地方的话像是 这个新竹陆港沿海 东西安平沿海是中浪 彭加宇基隆 宜兰书澳跟花莲 还有成功台东附近是小浪 就在离外岛地区的话呢 可以看到除了钓鱼台是小浪之外 包含玛祖金门 澎湖跟绿岛蓝雨海面都是中浪 至于在这个潮汐的部分 在我们东半部地区都是大潮 南部的话也是大潮 另外中北部的话是中潮 在离外岛地区的话呢 可以看到蓝雨是大潮 那么玛祖金门跟澎湖的话是中潮 那么来看一下在温度的趋势 这一波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以北部来说 礼拜三就是比较明显降温的时候 预估低温可以来到大概13度左右 空旺地区有机会还会来得更低 白天高温大概在礼拜三礼拜四 也会降到只剩下16度左右 不过礼拜二之前 大概还有16到18度 礼拜五之后呢 低温跟高温都逐渐缓慢的回升 但是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日夜温差比较明显 那么在我们南部的话 低温大概在这个16到18度 也一样在礼拜三到礼拜五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小幅度的这个降温 那么低温有机会降到大概16度左右 那么高温的话呢 要稍微留意就是我们这个 礼拜三之前大概还有25度 礼拜四的话有稍微往下降到 只剩下大概21度 礼拜五开始 才不再逐渐缓慢的这个回升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的话 最主要就是礼拜三的这一波 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要提早做好防寒的措施 以上就是1月9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